港大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梁卓伟说 香港疫情正是进入最高风险时期 梁卓伟分析本港新冠肺炎病毒即时反击率 今个月第一个周末起开始超过一 以为疫情将会进一步扩大 很可能出现大型本地爆发 他又说本港疫情进入最高风险时期 但担心市民防疫意识较之前送鞋 香港由疫情开始以来 现在是我们最高风险 假如有任何只需要一个两个三个 是会有一些比较大 或者影响深远的二代群组传播 甚至无三代群组传播 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 在二月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真是很众志诚诚 真是很去懂得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周围的人的 数字我不再重复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但到三月头那段 即是第二个礼拜 你已经见到开始有一个走势 虽然那个保护度都是高的 但是有个走势开始放松了 因为始终都是人 就会让我们看得到